《鐵後語》可以說得是 街頭巷尾 星斗市民的智慧結晶禮 在廣東境內非常流行 他們不單止風趣幽默 而且更好 鐵切全神 用粵語說出來 真是越講越精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宋曉光 我一位世侄女 她自小很喜歡唱歌 並且很喜歡參加歌唱比賽 有一次她參加歌唱比賽 因為競爭激烈 她和其中一位男選手 意見衝突 幾乎成為仇人 但最後比賽結果 她們兩個人都明落孫山 在失望之餘 她們兩個互相勉勵彼此 慢慢變成朋友 最後還居然變成情侶 我知道了這個情況之後 就和我的小侄女開玩笑 我說你和你男朋友相識的過程 真的有餘 是涼山好汗碰頭 涼山好汗碰頭 這個涼後語 這個涼後語 到底是怎樣解呢 要明白 涼山好汗碰頭 這個涼後語 首先 就要明白 涼山好汗的特性 在北宋末年 因為宋徽宗昏庸 以致奸臣當道 令到百姓無以為生 被逼挺而走險 在當時山東涼山坡的地面 有一批膽正命平的英雄好汗 在那裡結債罪義 是專門劫負濟貧的 這一批涼山好汗 就以宋江盧俊義作為首領 手下有武寵 林聰 魯志森等等這些英雄好汗 是罪義一堂的 讀過《水壺傳》的人 無論是看小說也好 看戲劇也好 都發覺這一批涼山好汗 他們的認識 都是一個共通點 點就是不打不相識 這一批涼山好汗碰頭 幾乎每一次都是相同的情節 就是大家本來素未謀面 互不相識 但是途中相義 一時意見不合 打起上來 一打起上來 就打得難解難分 最後就是 識英雄眾英雄 聲聲相識 大家一齊 是傑義上涼山 所以那些人就創作了一句 涼山好汗碰頭 不打不相識 這句是熱頭語 好像我那位 喜歡唱歌的小侄女 她在一次的 歌唱比賽當中 和一位男選手 由競爭的對手 轉變而為朋友 最後轉變而為情侶 這就是典型的 涼山好汗碰頭 不打不相識 的典型例子 說到涼山好汗碰頭 不打不相識 這句血後語 就令我想起 三國時期 張飛夜戰馬昭 這段故事 話說在三國初期 留給自己的地盤俠小 沒有發展的空間 於是 聽從君師諸葛孔明的建議 準備攻打西屬 以四川作為自己的根據地 在做出決定之後 留給帶同他兩位結義兄弟 即是關雲祥和張飛 以及手下的一批大將 攻打西屬 話說大軍去到家盟關下 看到這個關口非常險要 而且當時這個險要的關口 就由馬昭來把守 馬昭武藝非凡 英勇善戰 有萬夫莫敵之勇 張飛看到這種情況 自動請英出戰 兩個人 真可以說是 棄逢敵守 張遇良才 大戰數百回合 大戰數百回合 由天光打到天黑 始終還未分出勝負 及至晚上 雙方殺得勝喜 於是繼續飄燈來夜戰 劉備在旁 見到馬昭神勇非凡 於是想招攬他 為自己效明 其後 經過諸葛孔明的設計献行 於是馬昭這一員苦象 就投歸劉備的門下 還與關雲祥、張飛、王宗趙雲等 合稱為五虎將 從這個故事看上來 張飛和馬昭這兩個人 他們由拼過你死我活的敵人 變成為出生入死同金共虎的同袍 這一趟的家盟關夜戰 只能說的是涼山好漢碰頭 不打不相識 和各位說過 涼山好漢碰頭 不打不相識 這個血後語 現在就和各位說 碰頭這個碰字 碰字是並字 隔壁做個石字 今天就和各位說三個 以石字邊組合而成的字 首先說說石字自己本身 有一句成語 所謂精誠所至 金石為開 金石就是這個石 如果石字邊做個欠 鞭板 這是砍刺 鞭的砍字 例 是砍發顯示 平常上山ут某 通常帶薪金屬做的 我们都只要看薪刀 garn石樹 或者砍發啊 如果石字邊喜歡一個尖 这是针板的针字例 切肉、斩肉、剁肉 一定要放在针板上高 石字边做个鹿 这是熔鹿的鹿字例 熔鹿即是很平凡 熔鹿无能就是既平凡又无能 这些人是不可以做大事的 今天和各位讲过 金石为开的石字 坎佛树木的坎字 切肉针板的针字 以及熔鹿无能的鹿字 今次和各位讲解过 梁山好汉碰头 不打不相识 这句血头语 以及相关资料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以后 若有人讲到这句血后语 你就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好了 下一次 我又会和大家 讲解另外一句 妙脆横生的血后语 记得继续留意收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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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